新经济时间来看到国际金融大事迎接了超级央行州 美国 欧洲 台湾都有最新的利率决策了 交给浩婷 谢谢新华观众朋友 这个礼拜大家都在关注 会不会升息循环已经到了终点 要来启动降息的循环呢 超级央行州刚刚新华提到了 除了有这个美国联准会之外 我们台湾的央行在礼拜四的时候 也要开这个礼监事会 也就是要宣布今年最后一次的利率决策了 所以大家都去看 看这个联准会的态度 像是联准会在这样的一个未来态度 反而却有三种情境 认为说小福升息的几率大概顶多10% 那么认为维持不变同唱歌派的几率 大概达到90% 认为几率比较小要提前降息的 甚至是0%到5% 所以大家认为说很可能会连三栋 包括我们台湾央行都是如此 星期四的时候就会有答案 那么市场法人认为说 预期利率维持不动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在明年的上半年 像是在3月跟5月 很可能就要进入了降息的循环 那么现在也代表着 国内会有四大的行情来启动 看好的就是台北股市的正向发展了 油烦行情 集团行情 做梦行情 以及大雪行情 做梦行情这个部分就是大家最近在高度关注的 也就是说即便是营收遇到了逆风 营收没有很好 但是预期明年的景气会复苏好一点 所以现在都会去看到一些表现比较好的股票 就把它先选上来了 所以短线挑战上档的满足点 很可能是17600点 很可能在今年最后一个台股的交易日 有没有机会看到万八呢 像是今天台股小涨34点 收在17418点 那么股汇就不同掉了 今天台币是扁1.38角 收在31.512台币兑换1美元 这是在未来这个礼拜 大家去观察超级央行州的动态 新话 全球六大航运商也宣布 明年要调涨从远东到北美东西线的运价了 涨幅惊人吗 好听 好 新话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说 未来如果你买进口商品 很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变得比较贵一点了 货柜海运价在明年元旦要来含涨 那么什么样的原因呢 先来看看 前十道的航商已经有六家 甚至是六家一 说要涨运价 影响到最多的就是在这个远东到北美的东线 还有包括了西线了 甚至最多涨幅高达30% 因为现在碰到一个状况 剧烈天气的影响 全球两大的黄金水道 包括巴拿马以及苏伊士运河 都有干旱的危机 所以运输成本也比较高 先前也为大家报告过 说你如果要插队的话 你甚至还要去抢标 才有这样的优先权 那么各大的航商就大幅执行的控仓了 还有我们台湾 还有包括整个大中华地区 农历年前 其实欧美他们有个热潮 就是补库存的拉货潮 所以大家就抢拉 运价还有包括相关的成本 都会垫高 主流航商含涨 也代表了市场结构正在改变 所以现在国内的物流业者都说 压力很大了 你在这个路上看到那个 一个tube 就是20尺的货柜 再大一点的那种 40尺的标准货柜 很可能会越来越贵了 元月份的运价 调整的几率相当高 这是在海运部分 观察到的变化 新话 而康好自己的荷包要防诈骗 金管会表示目前已经阻诈有效了 再请浩婷为我们说明 的确哦 现在很多的退休组会遇到一个状况 手头上有100万200万 他想拿去投资 想说赠点小钱来对抗通膨吧 但是遇到的状况都是这样的 以为投资 但是碰到了诈骗 那么广告的通报的 见数呢 现在也大增了 创新高 金管会在今年的4月份 就跟脸书 还有包括Google 建立了投资诈骗广告 通报机制 的确有成效 已经算到了11月底 达到了15000多件 那么光是在上个月 11月份这边 就达到了4491件 比起上个月增加了一倍之多 那么当然受害的民众 也是很多的 所以现在四大类的投资的诈骗 大家要小心 最主要就是冒充财经名人 叫你去投资 还有要叫你加赖 甚至提供了一个假的 这个APP叫你去投资 还有包括 鼓励你先买 虚拟货币 再赚标股 这其实都是骗人的 那么是如何的打击诈骗呢 除了修法来防堵之外 主动通报 还有银行端的强化控管 最主要的就是在 零贵的拦阻了 据说现在有个这样一个金额 就是今年的1到10月 光是在这个零贵 银行或是邮局这边 拦阻到了诈骗金额 高达61亿台币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了 投资有风险 但是碰到诈骗广告的几率 还是非常高的 这是今天的财经数据报告分析 邀请您扫描QR Code 下载最新版本的 TBBS新闻app